天籁之战硝烟再起 上级的不败与神木文位竟然首战失利 库别十载重返固定的章节也杀意而归 四战两胜挑战者能够继续上演逆袭好戏 今天天籁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几战开始之际 上级亚军田园席特别任务前来 文修战 我们选中的天籁唱将呢就会修战一次 然后合唱 那也不错啊 天籁之战下一个就是你 太好了有酱油 我的调料在家里面是最好吃的 杰哥你调这个料真的太好吃了 是吗 专门给你调的 哇你太瘦了 你应该真的稍微长一点点肉中期跟你走一点 那有黑帽警长今天 我刚才呢我就说黑帽警长是你给我的那个花花是你 哎对花是我对吧 鸡肉是昆哥这儿鸡肉 谁是鸡肉 鸡肉那你你花这个花花花坐哪里 坐旁边 好 那这个是昆 呃小哥 你也是小哥 但你领结是我吗 这也是你 有可能 丁丁合理的 哈哈哈哈 好 那要换一下 欢迎来到由点赞凉拌鲜鲜鲜鲜的海天味季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孟子生天籁之战 有请《天籁》唱将杨坤 有请《天籁》唱将杨坤 《地亮的光》 《光护我的少年》 《时阳水千山》 《万水走边》 《地亮的光》 《地亮的光》 《光护我的少年》 《天篇》 这是属于生命的经典 掌声欢迎现在唱讲杨坤 来到梦台 而且坤哥今天一上来 就唱了这首歌的名什么都知道 叫《力量》 《力量》 想给谁力量 想给自己点力量 反正我觉得第一次 我们的选手真的很强大 让我们心里多多少少 留了一点点阴影在里面 我们也期待今天您唱的这首《力量》 能够给这个台上所有对战的人 带来爆发的力量 接下来请杨坤直面你的挑战者 我觉得中间那个感觉要把坤哥拿下 好像很凶啊 真的凶 你们为什么要冲着我来 因为我知道杨坤老师平时也是喜欢骑摩托车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骑摩托 然后我觉得可能骑摩托车的人 外表看上去都会很硬汉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内心都会是很细致 很细腻 然后有很柔软的一面 某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我跟杨坤老师会有一点像 希望有机会能跟您切磋一下 我是第一次投递小样成功 第一次站上这么专业的舞台 也是第一次能跟杨坤老师这样的明星 面对面PK 所以希望杨坤老师能给我一个挑战你的机会 一般他都会选女的 这个第一次 太重要了 而且你的第一次也选择了我 所以说我决定把我这唯一的一次给你 谢谢杨坤老师 完全了解坤哥的套路了已经 让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通过酷狗直播投票选出的 爸爸妈妈最爱的白手金曲 我们的几位挑战者会为天籁唱奖选择哪几首歌呢 天籁唱奖杨坤的应战曲目是 是 还是一个名歌 我感觉比游戏队之歌 还要难度更高 还要难度更高 还要难度多 也希望你的第一次 不是你最后一次 对 希望你成功 挑战打赏 24小时后期待你们的精彩对决 有请下一位天籁唱将 自己呐喊 狂奔在这漫妄的时代 最润血的姿态 向明天出发 不必等就现在 在漫妄的时代 不怕有多少挑战 心中藏着答案 有请你的看法将结 《直面体的挑战者》 欢迎三位 马龙 马龙 要选他了 小马先生 为什么你一脸委屈 我 好可爱 我刚才在台下 我说你们选谁选谁 都不选杰哥 我特别有把握 我以为是我一个人出来 没有想到 兄弟这不讲究 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选择来挑战 我 张杰 我先说吧 我是穆河弗拉 我来自新疆 今年36岁 我是一个应届毕业生 我觉得我们是统领人 我和张杰是统领人 然后同龄人之间的交量 才是公平的 所以这个理由 足够他选我了 我叫刘向松 我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 我说一下大家可能对 先进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态度 一个感受 我说摇滚都喜欢讲态度 摇滚乐不就是态度 摇滚乐不是应该通过自己的音乐 来去表达态度吗 对 喜欢先讲一个自己的态度 再来音乐 给大家的感受就是 摇滚乐的唱功都会差一些 谁说的 都会差一些 我跟坤哥都唱摇滚的 没事 我是假摇滚 您是真摇滚的 没有 坤哥也是摇滚 如果选我的话 我跟张杰老师完全可以 给大家带来一场 视觉听觉的盛宴 来 杰哥 我知道你上次选了一个肌肉男 然后我呢 也 现回去也有训练 我先给你来十个活成 你看一下可不可以 杰哥 我们这儿不考体力 对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不考体力 对 我就特别 比较激动 激动啊 万一我让你来单手怎么办 单手啊 单手你可能还得再回去练一下 单手你给我震住了 我确实来不了 我以为我现在紧练了双手的 单手来不了 紧练了 好可爱 这个人 我觉得我这次的选择 应该没有那么纠结 因为我很喜欢跟强者对抗 6号 慕和虎拉 恭喜挑战者慕和虎拉 请再两位挑战者到戴战区继续准备 谢谢 根据酷狗直播网友的投票结果 今天的挑战者为天籁唱将 挑选了本期的应战歌单 天籁唱将张杰的应战曲目是 这不想选什么还是来什么 他唱的是乐剧啊 他是南方的地方戏 我没有接触过乐剧 但肯定听过这个歌 但只知道那句 天上掉下过林妹妹 哎呀 请两位面对面说出对战宣言 虽然我们都是大输了 我还是会 努力地往前走的 挑战达成 嗨 哇你这个歌难了 是吧 两次都碰到这里的歌 你对戏曲了解吗 我爷爷是唱川剧的 所以我的声音啊 那时候就按照那个川剧的 就是 这样装了你是那虎方的一口 就这种东西 但是乐剧你想都是平声音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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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这种东西 你就当川剧唱 也不行 天上掉了 天上掉下过林妹妹妹 有请下一位天籁上将 在那样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朝头 都有回头六天的长大 我愿过一直想要 我愿望等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片 不断轻轻地搭在我身上 谢谢大家 接下来 有请挑战者走上舞台 schizophren 真真 有 котором 我跟妳 hablando 好 凯 Karl 大家好 我好喜欢妳 我叫围棚 我叫小文 文志明 我们是个组合 好可爱 大家好 我叫亚永寅 今年25岁 嗯 我是中国人 但是我出生在加拿大 可是你讲话有个很可爱的口音 我记得女生的眼睛好大 对就长得还蛮厉害的 你应该是说她长得很漂亮 那么漂亮呢 应该没有那么 不能那么厉害 又漂亮又厉害了 天下全是她的 对 我有特别去看你上周的比赛 我觉得你唱的rapp很好 还有你的style很帅 所以我特别喜欢你 谢谢 谢谢 那两位 就想见凯文姐真的 她已经把这里天籁之战当成 她就是当成粉丝见面会了真的 上一次我就把她拉回来了 然后刚才趁我不注意她暗了 今天就先下手了就暗了 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 两个人都赞成的要选的天籁唱将 谁 不是凯文老师 反正我是要选凯文姐的 我觉得她真的挺傻的 真的 凯文姐已经把该输的都输了 不可能连输的 为什么要选 我感觉你们俩是一个组合 但是你们俩早晚要分呢感觉 对 对 好 我心里有选择 我就一直期待有这样子的参赛者 对 想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组合 或者一个合唱团 就不止一个人这样 然后我今天的选择就是你们两位 恭喜 欢鹏小文获得了挑战 孟蒙卫老师机会 稍微有组合 他们肯定是和声和谐度很高的那种 对 这种很可怕 一张口就会现场就很哇 就会这样 根据酷狗直播网友的投票结果 挑战者从这摆手歌单当中 为天籁唱将选择的本期应战歌单 请看大屏幕 陆冰花 好险 至少是订过的 谢谢 面对面说出对战宣言 看我们的样子就知道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声音 所以Karen姐你要小心了 我会我会好好唱 挑战打场 Karen姐 我选的那个二重唱 但我觉得你选的那个人会 应该是最厉害的 是最厉害的 我感觉 一定很厉害的 那他们应该是选你的 可能他们上次出来过 我知道对 上次我没选他们 因为你觉得他们太厉害了吧 走了 好 我去了 有请今晚最后一位天籁唱将 也许我 也许我是一道微光 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 在寂寞的时分 无论飞 无论飞向何方 无论飞向何方 我也会绽放 给你无限微光 掌声送给天籁唱将 华陈宇 那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一看 有哪几位挑战者 会走上这个舞台 有请挑战者登场 没有 没有 没有人选他 不能 在天籁之安的舞台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所有的挑战者 这一轮都没有按键 那我是不是一期可以休息了 想的太天真了吧 如果在这一轮 我们的挑战者 不选择挑战天籁唱将 那接下来 天籁唱将行使 返选的权利 有请四位挑战者登场 花花是这样 我这次是 就是为杰哥而来的 谢谢花花不要选我 这个好奇怪 这是我录天籁以来 最怪的一次 就是选手来过 希望你不要选我 因为他们是被动上来的 对 那如果杰哥一直不选 你怎么办 那我就一直站下去 你知道上一季 我们有一个男生 他是战神吗 那我就是战神二吧 我两次不选他也觉得有点 心有点凉 其实他就是故意的 你到最后你就 你要不选他台下的观众 都觉得你不对 苦肉计 用的是苦肉计 刘向松 这一排我年龄最大 我比他也大好多 一下就没舍得按 就是他不好意思欺负我的意思 等四汉 我想等我准备的再充分一些的时候 我会选择挑战画画 就是想太多了他们 赶快珍惜这个机会 姚勇欣 我以为只能按一次 所以其实选我是可以的是吧 到底该选择你谁 我选 他们都不想跟我比 这个我很尴尬 我不想 绝大部分挑战者 怕一上来就碰到你 我选择 我选择 姚勇欣 他选她 那么漂亮的女孩子 应该要留一留吗 也不能这样了 我问他们问题 我就心里一直在想 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无所谓 就是可选我可不选我的这种态度 基本上只有那个女生是这种态度 那我就有一种没得选择 根据酷狗直播网友的投票结果 挑战者从爸爸妈妈最爱的白手金曲当中 为天籁唱将挑选的本期应战歌单 华晨宇的应战曲目是 天堂白 你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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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面对面说出对战宣言 我明天要用我的身影打败你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打败你 眼睛都不敢看 挑战打敞 期待你们的精彩对决 祝您好运 为什么选我 21S 包跑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开始了你们 来啊K歌了 自己就出来了个无所谓 无所谓 孔子你说好酷啊 无所谓 看个狮子头 我无所谓 很像啊 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 春哥来了 我无所谓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最早唱歌 我就一直这样 我要如果不这样 我就唱不出来 我知道了 像猫 哎呦呦呦 原版 才无数 这个会拿 会不会拿100分的 破碎就破碎 这男的声音好大 要什么完美 哇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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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那边亮亮亮亮亮 哇感觉很会唱啊 会乐器啊 会乐器啊 你这个会乐器的 所有的不对 无所谓 就是他 就是他 没有这世界 哇这么高啊 有低啊就差不多 好啊 好高很高啊 哎 为什么 我还没有听到我那个女生唱歌 哈哈 我只听到了她弹琴 我不知道她唱歌是什么样子的 弹琴都那么厉害 弹琴都那么厉害 唱歌就不得了了 一般弹琴弹得很好的 不现在唱的好 哎 不一定 是不是 老天给你了这个就不要给你那种 看着我眼睛 你说话绝对正确 回去念 对 念歌 早了 状态非常好啊 好 有信心 好 好 好 越紧张越处理不好 好 东西掉了 什么情况 小哥在旁边的人办 好 好 欢迎再次来到有点赞良败鲜鲜鲜鲜 的海天味极鲜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梦之声 《天籁之战》 《天籁之战》 这曲的变满 《天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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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智光飞逝 我祈祷明天 每个小小梦想都能够实现 我如此平凡 却又如此幸运 我要说声谢谢你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智光飞逝 我挥手从前 曾经是个莽撞少年 曾经不忍入眠 我是如此平凡 却又如此幸运 我要说声谢谢你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善良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漂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生命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 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 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 对你在每一天 掌声送给本节目第一队金童玉 小哥费玉清和我们的挑战者田园 今天用歌声把小哥揽入怀中感觉怎么样 首先特别谢谢费叔叔 然后幸亏我是去年来 因为今年这个台子 我估计我上不去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 如此精彩的开场曲 再次把我们的掌声送给小哥费玉清 和我们的第一次的选手田园 谢谢 第一轮对决首先登场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天籁唱将 张杰 张杰的应战曲目是 天上吊下歌 林妹妹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担心 不知道怎么去改 因为她是一个对唱 难道我要同时分饰两脚吗 加牛奶 加牛奶 我也不能说加牛奶 我觉得小兔啊 我们还是要找一个 找一个乐剧老师来专门教一下 好啊 这个部分是吧 不然就真很难唱 我觉得这是一个经典的乐剧 我要想方设法地 用一些新加的旋律也好 甚至加一些更多的词 最终的目的就是既要让年轻人喜欢 要让年龄稍长的人 他们能回忆起那个的时段 投票通道开启 投票通道开始 宏志明 红尘高 已在后门 如入梦不破 无功风轰刃 鸿老梦 不送一共地命不冲破 只能是是非 彼此日后才是 待遇藏花银藏花铭 这是她的宿命 狂风再寄出 她不和待遇命令注定 宿命再怎么逆 也不顺慈不会无求 别哭泣书中 魂魂不离 沙滴一直叫救 没有过界定 感恩的生活不严险 别在车里的一字一句 让我嘴边我才却裂 我下过的一遍一难 我眼睛划过的一遍一花 红楼梦里梦灰 精灵永安于谁人的光 银藏飘下不停的眉 自已渡清云港车树 一顶六字花枣 作词 江湖 红尘高 已在鸿门 不如梦不破 无功奉红人 红楼梦 不送一宫的命不冲破 书能试是非 彼此日后再寻 大雨当花 隐藏花明 这是她的宿命 窗篷抬起床 她不可大雨命令注定 宿命她怎么地 也不顺着 不会无头 别哭泣书中 狂话不定 下面一起找找 林妹妹 林妹妹 今仍有小林妹妹 赐已如清云落这次 隐厅有似我造水 径痛烧毕风和雨 陰情本命 我在家 心裡真是 就是雨 天上飄下不凝的 雨 天上飄下不凝的 雨 天上飄下不凝的 好厉害 好會唱 我感覺我們張傑老師 不是改編了一首歌 是重新創作了一首歌 我接到這個 天上飄下不凝的這個歌 我第一個事情 就跟我媽打了個電話 我說媽 我接到了這首歌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你小時候 都在聽這個歌 我說我聽過這個歌嗎 聽過 那你這個抽到你的心頭愛了 謝謝張傑 投票通道關閉 有請張傑登上尖賴之塔 張傑最後那個蘭花指是什麼意思 對挑戰者說你來試試 接下來掌聲有請挑戰者沐和弗拉 我叫沐和弗拉 來自新疆伯樂 今年36歲 我是一個英界畢業生 五年前31歲的我 重新參加高考 靠近了中國音樂學院的作曲系 來學習我的最愛的音樂 這次我來到天來之戰時 我的音樂學習道路上 一個重要的成績單 掌聲有請挑戰者沐和弗拉 沐和弗拉這四個字 如果翻成漢語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是先想事成 那今天有信心完成自己的挑戰嗎 我會經歷的 我會發揮我的 發揮出我最好的能力 現在把我們的舞臺 交給桃園的沐和弗拉 投票通道開啟 韋魯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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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誰在囚責無窗 是誰在流動傾斜 記憶出那歡樂的情景 又是誰在留言 想好轉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不停地打在我车 只勇敢 全部不一定我 我一定 回向过去 太郊一道 Couldn't Grow 太郎 总 太郎 总 太郎 保佑 啦啦啦啦啦啦啦 唱得怎么样 自己觉得满意吗 还可以 我觉得 投票通道关闭 那今天心想能不能试诚 首先我们来听听华晨宇 今天杰哥太棒了 因为他这个歌改编 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就是没有想到林妹妹可以改成这样 然后我就一直全程听得又嗨又激动 又让自己要我要冷静下来 我要学习一下他怎么改编的 太强大了 我这一票肯定是给杰哥的 费云青老师 他今天呢 我们这个张杰老师不得了 在这种这么熟悉的一个怀旧风的旋律啊 给他这样一个新的表情 我真是觉得原来音乐可以这样的无限的这个变化 太奇妙了 在比较下来的话 我觉得会给张杰老师多一点分数 谢谢飞行老师 谢谢飞行老师 现在就到了揭晓时刻 我们来看一下天籁唱将张杰 获得的投票支持数是 316票 让我们揭晓木合最后的得分是 302票 虽然有点遗憾 挑战没有成功 但是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晚上 您会留下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 他这个是旋律牌的场合 如果要再加一点新疆的味道 我觉得就更好 要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一对同龄人 谢谢 已经很好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天籁唱将莫文卫 莫文卫的应战曲目是 鲁冰花 对我来讲 我是特别献给我妈妈的这个歌 基本上我妈妈就是我的偶像 前几天才过生日 所以我今天唱这个歌 给她一个迟来的一个生日礼物 小时候我有一些很爱的娃娃 出门去上学了 她都会拿着娃娃来在阳台 然后跟我们说拜拜这样子 妈妈有没有看天籁之战 是不是每次都有 有 当然有 她都很紧张的 就是你这次穿什么衣服 会唱什么歌这样子 你这次穿什么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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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冰花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今天晚上这个鲁冰花 是用了一个简简单单 很纯粹很干净的一个方式 来呈现给大家 所以我也尽量好好表现 投票通道开启 投票通道开启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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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启 曾游舍 炫耘 大启 小吸 小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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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光在天亮 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闪闪的泪光如冰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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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闪闪的泪光如冰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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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闪闪的泪光 变化了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 想家的夜晚 它就这样和我一场一合 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 童年的长城 它总是跟风一场一合 当手中握住繁华 心中觉得变了荒芜 它发生此生 一切都会变化 一切都会变成的 我变得最有大手的 在心中来回的车 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闪闪的泪光不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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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闪闪的泪光不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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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沾上的泪满 路冰花 好强啊 他们俩的歌都好厉害啊 必须的 我们今天整个《天来唱将》的应战曲目的主题是 爸爸妈妈最爱的经典 今天我真的是想着妈妈来唱 上星期就是她的生日 79岁了 所以我妈妈还是很漂亮的 看你就知道了 她比我漂亮多了 现在和妈妈还生活在一起还是分开 因为自从我父亲离世之后 我妈妈就一个人在香港了嘛 所以趁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就尽量要陪她多一点 所以很开心 因为她从来做梦都没想过 她长那么大的女儿 既然会现在回去跟她一起住 很幸福的 真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送给妈妈的歌 有可能以后我们在祝福妈妈的时候 也会用莫文蔚老师这个版本的路冰花 送给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投票通道关闭 让我们有请《天来唱将》莫文蔚登上 目前属于她的天籁之塔 接下来要登场的《天来唱将》莫文蔚的挑战者 不是一个人 掌声有请挑战者 彭鹏和小文登场 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做房地产教授 我是影音乐教师 她这个人吧 有事没事喜欢看看书 她总给我感觉说 她是一个蛮有文化修养的人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有点 作 她觉得她养生是一个内涵 其实我就觉得她是个伪养生 首先让我们给挑战者 30秒的试音时间请 你开了吗 要确认一下 你看 赶紧我跑 赶紧的 他必须得爬楼 他必须要上下两次才能够开伞 掌声有请挑战者 彭鹏和小文登场 打得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回头看看你的女神 凯文姐好 我又飞吻 又抖了 你刚才说啥还想飞吻 凯文姐给我一个飞吻 凯文姐给我一个飞吻 为什么会想到以组合这种形式 前来挑战 我说 你说 你说你说你说 他说他说 那我说 你们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 还好了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默契的话 也不会做十多年的朋友 而且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叫翅膀 翅膀 对 大家都知道翅膀是一对的 缺一只也不可以 我们会在唱歌的时候 一定会充满默契的 那我们来听听 你们会在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展现什么样的翅膀 投票通道开启 鸡膀十足 鸡膀十足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多想可以飞在天空 如西风和花的温柔 心上每片羽毛的颜色 是与众不同 当终于寻找到了自我 双翅已变得满是伤痛 每一个伤口都记在了 这个世界的不同 很有经验两个人 还能不能飞上那片天空 每个不同的石头 把石头换上了相同的脸孔 除了黑白和对错 还有色彩的世界 仍会有彩虹 我要用默默海报路的感动 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慢慢行走了所有 昨夜虚弱的旧梦 我多想可以飞在天空 不喜欢何况的温柔 心上每片羽毛的颜色 是与众不同 当终于寻找到了自我 双翅已变得满是伤痛 每一个伤口都记在了 这个世界的不同 喔 我要你把我的音色 還給我 越是瘋狂的生長 越是瘋狂的鮮爛 不願太久的翅膀 越來越暑淨沙狂 折瘦中一千萬種不同的光芒 當中已找到 痛苦的觸痛 傷是一片燈 滿是傷痛 每一個傷痛 多欺負 整個世界的不同 好冷暢的 能飛上那片天空 好冷暢的場 好冷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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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黄龍我 看起來是瘋狂的 偽裝成粉絲的唱將 是嗎 不是偽裝 真的 我是真真正正的喜歡 凱倫姐老師 因為在2015年的時候 我專門看凱倫姐的演唱會 當時是好遠的 雖然是在演唱會現場 但是我都是通過大屏幕 才能看得清楚 然後昨天好近呢 而且還這樣 真的像碰到了 真的好開心 你那麼高興啊 某位老師心裡面會想 這樣的粉絲怎麼給我攤上了 你知道我真的很高興 因為我選到 我覺得是最強的 我就覺得我自己眼光太厲害了 而且我是一次過選到兩個 謝謝老師 謝謝某位老師 投票通道關閉 接下來 這個舞台屬於你們 對 往當中站 一唱歌的時候一點手下留情 一唱完馬上站到舞台旁邊 因為我長得不好看 我覺得兩位的聲音 就這種和音的形式來說 是非常契合的 這首歌的難度非常非常大 中間還有轉調 而且兩個人各自發揮了 就是自己獨唱的部分 合音的部分 總的來說處理得很好 處理得不錯 而且是卻在天籟的這個舞台上 是投一個 我把我的票數投給這兩位 謝謝某位老師 小哥 因為這兩個歌型不一樣 Karen還是我心中 最會唱歌的電影明星 我剛剛聽你那個中間那個 有那個Karen的 獨特的一種轉音 真的太奇妙了 這兩位年輕人也是不簡單 我一直以為主Key 在白衣服的這位身上 結果後來穿黑衣服的這位 你在飆高音的時候也上去了 而且你們的這個層層疊疊 你們的這種一直轉Key 然後中間還要架起來 這個合音 所以真的也是不簡單 可以說是你們幾乎所有的唱腔 所有需要喉嚨的花樣 在你們身上所有的元素都找得到 但是假如讓我來 所以您給誰51給誰49呢 對對對 您太了解我了 不能差太多 不然不太好意思 我是給Karen 51分 謝謝 謝謝飛行老師 張傑老師 我覺得這一票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 今天我們Karen的表演 真的很震撼 這個你太可奇了 謝謝張傑老師 目前前三位老師給出的分數是2比1 本來你們想要挑戰華晨宇的 對不對 對 應該很想聽聽華晨宇對你們的評價 很期待 很期待 剛剛聽二位唱的時候 確實有被震撼到 因為能感受到二位的這個演唱的技巧 是非常強大的 Karen姐她一張口就是 她的那個女中音的那個音色一進來 真的就我一瞬間就起雞皮疙瘩 然後我跟費叔叔的感覺是一樣 就是可能一個是49分 一個就是51分的話 那我多出來這兩分給Karen姐 是因為她確實有全程讓打動我在 就讓我完全沒有從歌裡跳出來 對 所以我給Karen姐 謝謝華晨宇 接下來讓我們來揭曉天賴唱將 莫文蔚獲得的投票支持數是 莫文蔚獲得的投票支持數是 320票 我們來看一下 訪風小文獲得的支持票數是 329票 恭喜你們挑戰成功 這是觀眾的辦法 沒辦法 讓我們和朋友小文一起 有請為她們倆真正插上 音樂翅膀的天賴唱將 莫文蔚 Karen姐輸兩場啊 我好開心 你知道我現在我的感覺是什麼 我好像我是媽媽 我的小孩 我現在考試考得很高分這樣子 我現在靠著 靠著 愛著Karen姐看好近啊 加油 加油 後面我很期待你們 有更厲害的發揮好不好 不會的 不會的 一定 我相信你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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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兩位登上 屬於你們的天賴舞台 謝謝瓜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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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了 她們兩個非但是挑戰成功 而且獲得的分數是我們 第二季天賴之戰 到目前為止最高得分 有請兩位舉起你們手中的驚慌 有請兩位舉起你們手中的驚慌 你會覺得 其實一種非常幸福 對 而且我覺得 真的是一次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珍藏的一個記憶 真的 而且我覺得真的是那句話 就是十一年的堅持真的沒有白費 說到最後 其實我真的還是要謝謝你 我的兄弟 很不好意思 謝謝 這是一些的 這一次下來 每個人會被批到三四次 對 四次都有可能 我可能天天被批了 我正在這個狀況 對 那我們要恭喜挑戰成功的挑戰者 彭彭和小文 他們將全力備戰一周 在第四期回歸 並擁有優先選擇權 可以直接點名想要挑戰的天賴唱將 接下來讓我們有請 华晨宇 我壓力大 我今天這首歌遇到誰我的五號 你們快給我點點這種狀況 你們可以給我牽著揚來也行 我會我會自己 這樣給你吃草吧 我不要吃草 我不要吃草 這二十四小時 其實我全程都是跟著這根幸運草 待在一起待了一整晚 也是通過它 讓我時刻能聞到青草的芳香 讓我感受到了內蒙古草原的味道 姚詠欣 你的這個天堂是難不到我的 投票通道開啟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家 我爱你 我必须 我爱你 我必须 我必须 我爱你 我爱你 ased you 冷冷的天空 轻轻地忽睡 绿绿的草 绿绿的草 我爱你 我的天 我爱你 我的天 每个天 我的天 花到天空 历历的草原 这是我的江湖 这是我的江湖 蓝蓝的天空 这是我的江湖 这改的 你想想 配对的时候 你已经说了 这首歌是你爸爸非常喜欢的 对 有没有打电话给爸爸 我要唱天堂了 没有 我在等他看节目的时候 直接听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观众听到的 比你爸爸听到的还要早 对 大家会先听到 投票通道完毕 有请我的华真语登上此刻属意的天籁唱 接下来有请姚永昕 我叫姚永昕今年25岁 虽然一直生活在加拿大 但是从小时候很喜欢中国文化 我有听过他的歌 但是没有看他的直播 太厉害了 华华很厉害 我在舞台上会给你一个惊喜 今天感觉也不一样 很漂亮 麻烦一下 最近刚刚回到国内 回来多久了 这几个星期 几个星期 这应该讲是你回到自己的祖国 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对吗 对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姚永昕 投票通道开启 投票通道开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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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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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有那么大的舞台给让我唱歌 我觉得有很多新的尝试 再次把掌声送给姚永昕 投票通道关闭 不知道她的表演 华晨宇你还满意吗 满意啊 好满意啊 舞跳得很好看 对 就是 都挺好看 对 姚永昕很棒啊 你已经把花花迷住了 怎么办 姚永昕的跳舞 我觉得真的就能够吸引到所有人的眼光 我看你的舞蹈之后 我再听你的声音 我觉得 很少有跳得好 唱得也很好的 这样的歌手 很厉害 但是她里面唱有一句叫 《Start Again》 《Start Again》 《Start Again》 那个地方如果你要唱再开一点 应该会更好 《Start Again》 或者是《Start Again》 就让她开一点 但是整体的其他都很好 所以也比较难选 我还是今天有点被姚永昕迷住了 有点 观众呢 观众应该 大家也有嘛 对吧 果然真的男生观察 跟女生 女生的角度来观察是不一样的 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我是以一个专业的音乐人的评论的角度来评论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提醒你 你有老婆的了 可能 你出场 你的舞蹈 我也被吸引 可是我还没到被迷住的这个地步 我是觉得首先这个歌 你选这个《Try Everything》 算比较平 我觉得你有点太客气了 而且你今天对的是花花 你应该不要放过她 你应该要 哇拼了真的 花花当然就是花花 我觉得你今天非常不简单 因为这个歌太有她本来的那个画面 觉得你成功的地方就是唱出你的天堂 如果今天我要投的话 我是给花花的 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秀 小瑶没有任何问题 在没唱之前她跳的时候 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非常好 可是唱到最后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她在唱上面的能力欠缺一点点 比如说有十分只拿出来六分 那四分是没有能力上去的 花花我是觉得今天她把这首歌改得面目全非 我说的面目全非是保义不是贬义 因为我是跟腾格尔老师一起在内蒙长大 我太了解她的音乐了 花花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她颠覆了 颠覆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是一种能力 我觉得特别好 把这票给花花 那接下来请来看一下 天赛唱将华晨宇获得的投票支持数是 304票 好像是姚勇欣 今晚会有机会吗 姚勇欣的得票数是 279票 让我们用掌声鼓励我们刚刚回到国内热爱音乐的挑战者姚勇欣 华晨宇 华晨宇对于挑战者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她都挺好的 就是 对 就是我 我刚刚 看着人家说 我 我 就是 我觉得你什么都挺好的 就是 我反正觉得你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热爱音乐的挑战者姚勇欣 祝福你 发挥不太好 可能我太紧张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对决 让我们掌声有请天籁唱将杨坤 他的应战曲目是 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个K我觉得太高了 你确定要这样吗 杨坤老师 因为我是最高的音就到这了 而且我平常是只能碰一下 我建议你再考虑一下 你确定不降频吗 不用讲 没事 没事 我们拼了 拼了 这样的歌曲 你又不能把它改得那么太过于花巧 一定要在自己的唱上面 通过这样的旋律 能够震撼到下面的人 要多做一点 因为 今天晚上有一首歌 算是突破我的极限了 因为调子太高了 我就必须得加强下运的 投票通道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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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开启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文字幕开启 青春我放飞 一群白鸽 被你显来美 看翻暗夜 被你显示站起来美 鸽子的母亲 彼此在冲上军临飞火 青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文字幕开启 一群白鸽 陪你台北远方 而不容易的死命 祝福在茫茫 远海飞过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 我已冲破 但你永远没有交换 永远引起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 我已冲破 这世而言 在心中 期望的歌 再对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宠物 青春我防备一群白鸽 陪你掀来一颗金色埋伏 歌词在纷纷 一群黑鸽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 我已冲破 但你永远没有交换 永远引起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 我已冲破 神地永远没有交换 神地永远没有交换 永远引起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 我已冲破 永远引起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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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楊坤老師 用自己的深情 唱出我們心底的這首歌 我的嗓子不是那種 晚會的嗓子 但是今天真的是我發自內心的 唱到愛你的時候 我整個人都進去了 我不知道下面的朋友 能不能感受到這種憤怒 投票送到關閉 有請楊虹老師登上尖賴之打 彤哥這唱了 好厲害 真的唱得好 感動 超級感動 有請挑戰者善精一 我叫善精一 來自北京的妮兒 我是一名服裝造型師 這是我第一次 站上這麼專業的舞台 我之前沒有很多的舞台經驗 所以楊坤老師 不管是在唱歌方面 還是在舞台表現方面 都非常有力 所以我想要跟他多多學習 好厲害 我彤哥就要唱哭我了 我該怎麼辦 贏或者輸對我來講也不代表什麼 我覺得唱好我接下來要唱這首歌就行了 有點民歌的感覺 有點唱歌 有點唱歌 這是您第一次被節目主選中是吧 我特別激動 我當時以為是騙子 不太敢相信是真的 然後直到我站到這塊來 我才覺得這一切都不是夢 特別開心 今天打扮得這麼有氣質 選擇的挑戰曲目是哪一首 也是一首很有情懷的歌 叫《榮花》 因為這首歌是小的時候 媽媽唱給我聽過的 然後每每唱到這首 聽到這首歌都會覺得內心很安靜 所以呢我希望在這個舞台上唱這個歌 然後感覺媽媽能一直伴著我 在我身邊 你在幹什麼 我們是竹門兒的 我媽我爸也給我唱這首歌 把舞台交給挑戰者 扇金妮 開始你的挑戰 加油 投票通道開啟 R11S奧跑更多年輕人選擇的拍照手機 提醒您下節更精彩 天賴之戰第二季 由點讚涼拌鮮鮮鮮的海天未極鮮醬油 獨家冠名播出 點讚涼拌就是海天未極鮮 酷狗直播就是歌手多 本節目獨家網絡直播互動平台 酷狗直播上酷狗直播 為天賴唱將點歌 本節目獨家音樂合作夥伴 酷狗音樂 啥都不說就是歌多 用酷狗智能音響 唱聽千萬正版曲庫 本節目由R11SOPPO 更多年輕人選擇的拍照手機 特約播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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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啊 任何 任何 感情 啊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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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任何 啊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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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何 Fe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 我们也要谢谢你 带给我们这么 真挚纯情的演唱 想问问你妈妈是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 小时候为你唱这首歌 睡前 因为这首歌 就是我把第一段 唱成了一种摇篮曲的感觉 就比较像儿歌一样 就是小时候的感觉 我们来听一听杨坤老师 听你这么唱 有没有回忆起 他小时候 妈妈给他唱歌的情景 小杉 选择这个歌 跟他的音色 是特别匹配的 声音真的是很好听 音准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都不错 最重要的是 他的音色 唱这个荣花的时候 让我想到了 我父母那个纯真的年代 投票通道关闭 我们来听听各位老师 对你的演唱有什么评价 首先 今天你就好像一阵清风 很舒服 我觉得你真的是用心来唱 我非常喜欢 谢谢你 可是呢 坤哥今天真的不得了了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演出 应该我会认为是我们天籁的一个典范 就是用你最直接的感觉 用心 用爱 我觉得你唱出来每一句都是爱 我都要向你学习 真的 我太喜欢了 刚刚坤哥唱完之后 我觉得 这真的是我听过坤哥现场 最震撼 最感动 最让我觉得 无可挑剔的一个现场 其实我刚才听到的时候 也特别感动 真的非常感动 你今天出来呢 我觉得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就是你真的也让人觉得 这么纯真的 女生唱着纯真的声音 然后沙沙的和后面配着的 那个羽毛的软软的感觉 就觉得最单纯的一个点 被你击中了 所以今天不像是一个比拼 真的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次的 听觉时觉的神殿 我们来看一下 天籁长将杨坤 获得的支持票数是 三百二十七票 非常非常难 跨越的一个高度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扇京妮获得的支持票数是 二百九十四票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挑战者 扇京妮 我说两句话 就是目前是我听到女生里的音色 声音音准情感处理的 我觉得小扇是做得最好的一位 她有一种另外清新的东西 这就是她最让别人打动的地方 需要你以后一直保持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你最大的一个武器 好 谢谢杨坤老师 扇京妮 我还想跟你说 就是你今天的表演没有缺点 你今天的表演就是最好的你 你不要因为今天的 就是领听或怎样对自己 你反正觉得我哪里不对 你今天都是好的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你今天这个样子 以后的你是这样的话 你会非常厉害 谢谢 谢谢 我想说两句 特别感谢咱们节目组 给我这个舞台 特别感谢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平复一下 这么专专业的团队 这么多观众 这么棒的老师 我觉得我赚到了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舞台上的 这朵童话 扇京妮 就看到大家这么多人 喜欢我 看见我 注意我 我就很感动 今天的对决已经全部结束了 酷狗直播将开启复活选拔通道 观众可以投票 使用复活特权 帮助挑战者重返舞台 还有一个惊喜 还有惊喜 有请今天的特殊嘉宾 第一季的四强选手 吕俊哲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 谢谢 大家好 今天您要选择台下五位 天籁唱江中的一位 作为下一期 和你一起搭档表演开场曲的嘉宾 你选择的这一位 在下一周 将获得一次休战权 我的选择当然是 是 Pari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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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两位的精彩表现 好 好 好 天籁之战 下一个 周全平 让我们下周再见 好 好 感谢独家音乐合作伙伴 酷狗音乐 独家网络直播互动平台 酷狗直播 独家音乐版权合作平台 QA音乐酷狗音乐